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中年的婚姻危机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 毛母在她的两篇短篇小说《上校夫人》和珍杰里探讨了这个话题 那下面我们先介绍一下上校夫人 一天早晨,上校夫妇两个人在吃的早餐,油菜过来送包裹 打开一看是几部诗集 那上校就问太太,这诗集是怎么回事,是你买的吗? 上校夫人说,是她发表的,是她发表的诗集 那上校就一开始也没当回事 她就轻描淡写的翻开,翻了几页 也没有看懂是怎么回事,就放下了 后来呢,在诗集的庆祝宴会上 她就发现很多人看她的目光不大对劲 就好像是很异样的目光 她看了之后非常的生气 后来看到诗集的最后是 诗集的最后呢,由于这位年轻人顽固 而就是这部婚外恋呢,就此终止 但是呢,中年人的心情 中年妇女在诗集里描写 自己的心情非常多么的悲痛 最后呢,又返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那这无疑呢,是作者呢,一个真实心态的描写 否则呢,不会写的那么生动详细 所以上校呢,就意识到是她的太太 上校夫人,写她的亲身经历 她就非常的生气 她就想过来去质问她的太太 到底是谁,这个人到底是谁 是谁给她戴了绿帽子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呢,她就是也没有这样做 因为她觉得呢,这样做也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事情呢,也已经过去了 而且呢,这样做反而会使她的太太离开她 她呢,并不想失去她的太太 虽然说他们俩之间呢 已经没有了当初婚姻一开始的那一份感情 但是她还是希望维持她的婚姻 而对于她自己呢,她本身也没闲着 她去伦敦的时候呢 她就给一个金发女郎发消息 然后他们俩就在一起吃饭过夜 然后她又回到她的家庭生活 所以对她来讲,就用她的话来说 健康,正常的男人 应该找点乐子 所以呢,她呢,其实也不是说一个省油的灯 他们两个彼此彼此 她呢,是属于肉体上的出轨 而她的太太呢,是属于精神上和肉体上同时出轨 那么他们俩呢,都是干了这样差不多类似的事情 而他们的婚姻呢,表面上是很平静 一无既往的这样进行着 可是他们彼此在底下都干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而但她呢,希望呢 她以后呢,她的婚姻还这样就是进行下去 所以这个小说呢,就在这里结束了 从这部小说里嘛,我们可以看出 中年人的婚姻的一些 很,其实是不健康的 它表面上是没有什么波澜 它表面上是很,没有什么涟漪 但实际上呢,中年人呢 其实他也有很丰富的感情生活 如果他要是在自己的婚姻当中 并没有找到那种他所希望的那种情感 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欲望的满足 他就会到外面去寻找他的刺激 在外面呢,或许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诱惑 所以他就容易呢,就是投向出轨这条路 在毛姆的另外一篇小说 贞杰这部小说里也描述了一个 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出轨 婚内出轨于一个青年人的一个过程 它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那个青年人到家里来做客 所以他那个中年妇女呢,中年太太呢 就跟这个青年男子两个人跳舞 然后就坠入,双双坠入了爱河 但是这个青年人呢,实际上并没有想跟他结婚 最后呢,他呢,确实有这个意愿 他写信给这个青年男子 因为青年男子就是他是在婆罗州工作 是一个行政长官 他到他家里做客不久呢,就回了婆罗州 他走了之后呢,这个中年妇女呢,就觉得自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而这个男子呢,他们之间呢,也确实是发生了一段感情 所以他就写信给那个青年男子说 要去找他,要跟他在一起 并且跟他的丈夫摊牌 说要跟他的丈夫离婚 但是青年男子呢,给他的回信当中 就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他 就说并不想跟他有一段婚姻 他们之间有美好的感情 可是那只是一段经历 所以最后呢,他也没有成功 可是却因为他丈夫呢,就受不了这个打击 而吃了安眠药,自杀了 这个中年妇女呢,中年出轨的这个中年太太呢 就处于很深深的自责当中 所以从这两部小说可以看出 王母呢,其实对中年人的婚姻出轨 其实不抱有什么前途和希望的 两部小说呢,都没有成功地实现 从中年的出轨,实现到新的婚姻 而都在第一部小说里呢,又回到了自己的婚姻当中去 虽然说婚姻呢,并不怎么太健康 不怎么太幸福 但是呢,还是希望他能够稳定地发展下去 可以呢,看出来呢 他对于这个中年出轨 他认为,他只是,毛母认为 他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一个 就是一个安慰 但实际上呢,当这个临时出轨这个现象 后来趋于平静之后 中年人又会回到自己的家庭当中去 但是我们呢,要如果仔细分析下来呢 就会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们呢,不应该就是让我们自己婚姻的生活 中年的,虽然中年人不像年轻人那样 充满了激情和吸引,互相之间的吸引 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把它过得呢 就是非常健康 然后让它呢,充满乐趣 这个呢,可以通过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呢 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 夫妇之间呢,可以交共同的朋友 出去旅游,或者是在家里搞一些活动 来呢,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 这样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 不那么无趣,有一些色彩在里面 大家呢,彼此之间都处在一个愉快的心情当中 每天呢,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的生活 枯燥的生活 那样的呢,就会到外面去寻找刺激 如果外面存在着一些诱惑呢 就会,婚姻呢,就会受到威胁 虽然说中年人呢 大部分人呢,还是想维持自己的婚姻 可是,这种出去找乐子的这种想法呢 也是要不得的 这种出去找乐子呢,也是一时的 它呢,并没有对我们的生活呢 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可是这种出去找乐子 它是对双方的夫妻之间的感情 是有害而无一例的 因为,如果你要把你的精力投入到外面找乐子 而不是把自己的精力呢,放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 势必呢,不会培养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些感情 而自己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 才是长久的,才是稳固的 才是健康的,需要我们去维持和投入精力的 而不是应该把精力投放到外面去 到外面去找乐子 就像《上校夫人》这部小说里边 上校她经常到伦敦去的时候 就去找一个金发女郎 就去找乐子 这个呢,就是 或许是有些人是经常这样做 但是这是不提倡的 我们不应该把精力呢 就是投放到这样一些 就是让我们分心的一些事情上 而应该就是把我们的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有意义的事情 有益于我们生活的事情上 应该放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来 所以这个第一点 就是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精力 投放到家庭当中去 第二个呢,就是 要培养我们爱情的新鲜 保鲜 虽然说爱情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新鲜了 两个人呢,也没有就是彼此之间 那个像当初的 那么有吸引力了 但是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形式上的 或者是感情上的互动 来促进爱情的 爱情的保鲜程度 比如说到婚姻纪念日啊 或者是一个人的生日啊 可以送一些礼物 或者送一些花啊 或者是经常出去旅旅游啊 这样呢,就是 给自己的生活呢 提高一些新鲜的血液 这样呢 可以呢 就是 促进我们的这个爱情的生根 发芽 虽然说以前生根或许已经 根呢 有一些腐烂 但是呢 我们要给它施一些肥 让它呢 继续呢 长得茁壮 成长 而不是放弃 而不是不再浇花 不再浇 不再施肥 不再浇水 而是呢 把它呢 培养它 让它呢 长得更漂亮 爱情的花呢 长得更漂亮 长得呢 更茁壮 或许呢 还有一些 我们可以在书上 可以寻找一些血液 可以寻找一些方法 看怎样呢 才能培养我们的 爱情的花朵 让它更加的娇艳 而不应该把精力呢 放在到外面 去寻找爱情的花朵上 那些呢 都是不长久的 而我们呢 既然选择了 我们的终身伴侣 就应该呢 就是坚守我们的选择 而且呢 我们要不断地培养它 不断地 培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而且况且呢 我们又有共同的一个家庭 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经历 我们是有 其实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基础的 共同经历了这么多风雨 所以说 在将来呢 我们还要共同面对 还要过我们的下半生 所以我们的另一半 我们的丈夫 或者是我们的妻子 才是应该让我们投入精力 去真正的去爱的那个对象 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外面的世界里 那今天呢 跟大家探讨了这个话题呢 可能是有点沉重 可是呢 如果呢 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它对我们的人生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你还有什么观点 想要讨论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